5月27号至31号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在重庆开幕 大赛以技能合作共同发展为主题 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98名技能精英 十八般武艺论见山城 记者了解到 本次大赛分为电子技术 水处理技术 汽车技术 气柱 美发 精细木工等18个项目的技能竞赛项目 中国代表团派出18名选手 参加全部18个比赛项目 在美发比赛项目中 13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场过招 带来头顶上的视觉艺术 精细木工项目比赛现场 木料的切割声瓷起笔伏 选手们从图纸设计 木料切割 笋头制作到最终拼接成型 在11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 考验着每一名选手的记忆和耐力 这种比赛是给年轻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上的平台 能见识到原来这种水平并不是更高 还有更高的就一山还有一山高 能把自己的眼界开阔 在气柱项目的比赛中 八个国家的选手同台比拼 现场展示气柱技艺 切砖摆砖抹灰 早上八点参加气柱项目的各国选手们 就已经开始了紧张的比赛 气柱项目是通过气铺 垒石料等工作 体现高技巧性和准确度的竞技项目 按照气柱项目比赛图纸要求 参赛选手需以两种颜色的砖 气柱一睹颇具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城门外立面 因为该图纸出现了大量的异形 因此标准尺寸的砖 需要大量的切割才能符合要求 只见各国选手各显绝活 选用不同的气柱方式 在八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 陆续将作品气成 我用了八个小时 从切割放样 到最后气完加清理 为作品的话 还算比较满意吧 应该发挥出平时90%的水平 本次大赛是中国迄今成办的 邀请国家地区和外籍参赛 选手最多的技能比赛 由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